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第四章 第四章的标题叫遗传 四之一的主题 染色体与细胞分裂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型 这个体型 这个巨型 A&B A跟B一样重要 也就是说四之一有两大主轴 两大重点 我们会介绍什么是染色体 然后介绍什么是细胞分裂 我们今天会主要针对在染色体这一边 不过我们在刚进入到遗传的时候 我们不要直接进入到高二的部分 各位读生物 尤其是你们进入三类组 生物并不是各个系统 各个领域分开来读的 他们是一起作用的 所以一定要整合 那这个整合包含 你在学医上的跨章节或是前后 所以我们来温故知心一下下 讲到了遗传 你会想到什么 或者是我们学过了什么 一开始第一个 遗传呢 它是生命现象之一 这边写的生命特征 就是指生命现象 好生命现象什么时候教的 高一一之一 对 那为什么第一章 一开始就要介绍生命现象呢 我解释一下 我们的科学 不要说科学 所有的学科都一样 第一堂课 其实要做的事情叫做 名词解释 名词定义 如果名词的想法 你跟我不一样 我们之后在沟通的时候 就会乱掉 所以对于一些重要名词 定义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这个不是只有自然科学 任何学科都是如此 知道吗 那我们一之一 干嘛要介绍生命现象呢 因为生物科第一堂课 应该要先定义 什么叫做生物 什么叫做生命 对吧 可是你想想看 生命怎么定义 很难定义 所以真的好的定义是很难下的 生命很难找到一个好定义 所以科学家特而求其次 我们用这样的描述方法来表达 所谓的生命 就是指具生命现象的个体 而生命现象有 一大堆 不管怎么生长发育 代谢 生殖 遗传 感应与反应 什么适应与 适应跟什么 肯定等等 一堆这些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生命的定义 改成这样的描述 据生命现象的个体 就叫做生物或叫做生命 但这个定义你们听到这里 不觉得这个定义其实很烂吗 因为这是不得已的 因为它没办法定义 就好像我换一个方式来描述 什么叫桌子 长得像桌子 可表现出桌子特征的 就叫桌子 这是什么定义 这不是有定义 这叫循环论证 根本没有定义到 可是生命因为没有办法定义 我们只好透过 用生命现象的描述 来看看你是不是符合生命的特色 所以一之一要介绍生命现象 而生命现象之一叫遗传 遗传跟生殖会一起放 因为遗传跟生殖会同时发生 我们透过生殖的过程 来产生遗传的信息 而遗传需要透过生殖的手段 好 那遗传跟生殖被认为是生命信仰当中 可能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生殖 不会遗传 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祖先出来了 演化出来了 然后死掉 没了 据点 当你现在不存在 我们何必讨论你呢 所以生命可以存续到今日 因为有生殖 最早的祖先不断的繁衍下来 好 这是遗传 那遗传过程生物就可以透过把遗传物质传给子弹 就把你的遗传特征传给子弹 所以遗传物质我们现在都认为是DNA 好 这框起来 因为这是重点 等一下会提到 那其道说 遗传是透过生殖这个过程来执行的 生殖 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现象 而我们以前学过的生殖 包含了生殖分为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 我先问大家 第一个问题 请问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 我要如何判断 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生殖过程叫有性生殖 那个生殖过程叫无性生殖呢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听过 有性无性生殖怎么区分 我把答案写在下面 各位有想法可以喊出来 不用担心丢脸 学到知识才是我们的目的 在这里 有没有配殖结合的过程 讲到这个呢 让我先回到前面的定义 那什么是生殖 我既然连生殖都还没先定义 生殖的定义叫做新个体的产生 所以如果有两只个体相处了八年 还是两只个体 那不叫生殖 但两只个体经过八年之后 变成三十只个体 有新个体的产生 所以新个体产生会看到什么现象 个体数目增加 所以生殖一定要伴随 新个体产生 也就是个体数目增加 好 今天如果这个 产生新个体的过程 有经历配殖结合 那这个生殖过程 就叫有性生殖 若没有配殖结合 这个过程 就是无性生殖 就这么简单 有性无性 只看有没有配殖结合 和减数分裂没有关系 解数分裂不能拿来判断 只有配殖结合 所以有配殖结合者 叫有性生殖 若产生新个体过程 没有配殖结合 就是无性生殖 即使你有解数分裂 有趣在这 所以解数分裂比较没关系 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 都可能有解数分裂 也可能没有 解数分裂不重要 它不是判断的依据 好 那回到配殖结合 我后面挂入受精 你们大家以前提到的 那个精卵结合 都叫受精 为什么要叫配殖结合 不直接叫受精就好 因为这两个名词 本身意义也不同 哇 越来越难了 所以名词一定要第一清楚 配殖结合不等于受精 你只能这样说 受精是配殖结合的一种形式 还有别的形式 先定一下什么叫受精 受精是指精跟卵的结合 卵就是卵细胞 那精呢 精其实有两种 有边毛的叫精子 没有边毛的叫精细胞 那精跟卵手不同 精几乎没有细胞质 细胞核在这里 细胞质好少 细胞核在这里 细胞质好少 然后多了边毛 这个叫精细胞 这个叫精子 这两个叫精 好 精跟卵的结合叫受精 那如果这个生物 它的配子 不是精也不是卵 怎么办 你只能叫它配子结合 例如熊配子 磁配子 阿把配子跟A配子 配子有不同名称 甚至有些生物配子 不止两种 谁说性别只有两种 对不对 所以配子结合 有很多种类型 其中配子 若为精跟卵的结合方式 特别称之为受精 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两个名词的关系 配子结合很多种 包含受精 受精是配子结合的其中一个类型 所以使用上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为什么以前都一直教受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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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因为动物跟植物是精卵结合的受精型 是没有错 你们目前几乎都学动物跟植物 对不对 包含高一第二章 植物生活史 它用精细胞 两个精细胞分别做双重受精 我们讲的是配子植物的生活史 那也叫受精 因为是精细胞 但如果今天你遇到的教授或你讨论的主题 不是动物跟植物 你最好用配子结合 因为不一定是受精 好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你今天推增生理上大学 好 你前面那些评审教授全是动物或植物专长 这时候你就可以描述 各位评审教授 所谓的有因生子就是经过受精这个过程 他们说 嗯 这个同学知道的真多 很不错 但如果今天你的那个下面的那些评审教授们 是微生物方面的专长 或是藻类方面的专长 你跟他说有因生子就是只有受精这个过程 他们就会出现眉头伸索 露出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 他就追问你 同学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有因生子是经过受精 什么叫受精啊 那你就说受精就是精卵结合啊 这很有问吗 他那表情会更臭 他就开始骂你了 你看看你们这些学生 满脑子只有动物跟植物 你把微生物跟植物放哪边 啊 那如果今天你在表达的时候 呃 所谓的原因生子是配子结合的过程 他们就会故意叮你 为什么你用配子结合这个名字 不用受精呢 啊 各位教授是这样子的 受精精卵结合 只是配子结合的其中一个类型 我们的世界生物这么多种 很多的生物它的配子就叫配子 它不叫精卵 你知道这时候它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同学 心胸真是广阔 你不会只想要动物植物 你想要微生物找类 这种优秀的同学 不说它是我的错 我收你 当场就跟你说 你不用看公告了 我立刻答应你我就收你 哇 当然是不能这样 他不能在现场直接说我收你 不能这样子 这样太过分 会不会投诉 好 所以精卵结合叫受精 受精不等于配子结合 所以各位开始学 尤其学生物 我们的生物重要名字超级多 你一定要非常谨慎的正确使用 你就是完美的生物人 好 那这是第一个描述 有心生子跟无因生子 最大的差别是 有没有受精或是配子结合的过程 好 我先举个例子 我现在旁边 我就以你们高一 第二章植物生活史 植物生活史是不是有两种个体 一个叫做包子体 它是二N的 一个叫做配子体 它是一N的 好 那你知道世代交替 它有很多种描述方法 我可以说包子体 透过产生包子 来生殖出配子体 那我可以说配子体 透过产生配子 然后当然进入受精成核子 再形成包子体 所以食物生活史可以这样说 写得太丑了再一次 就是包子体 透过包子 生殖出配子体 配子体 透过产生配子 再受精成核子 然后生殖出包子体 世代交替就是包子体 生殖出配子体 配子体生殖出包子体 你生我 我生你 你生我 我生你 就像交替出现 所以世代交替也可以这样描述 好 那来了 包子体 生殖出配子体 过程中有没有受精 或叫配子结合呢 没有 我现在打心三角形 叫做减速分裂 因为包子是1N 所以你看 我的包子体 生殖出配子体 过程是不是 没有配子结合 所以 我画个颜色好了 这一边 生殖到这边 是无形生殖 而我的配子体 生殖出包子体 过程中 出现配子 出现了这边打个叉叉 这边是受精 或叫配子结合 所以这边是有形生殖 所以光是植物的生活史 就是很好的例子 植物的生活史就是 先有形生殖 再无形生殖 再有形生殖 再无形生殖 再有形生殖 也就是包子体 生殖出配子体 无形生殖 配子体生殖出包子体 有形生殖 包子体生殖出配子体 有形生殖出 好累哦 不过这要练习 我没有说过 我想要当表演工作者 甚至在练 灌口 就是绕口令 可以练 你们可以玩玩看 包子体通过 无形生殖的生殖出配子体 配子通过有形生殖的生殖 包子体生殖 所以细在交替也可以视为 有形生殖 无形生殖 有形生殖 无形生殖 交替出现的过程 好了 所以你看这边就是好例子 无形生殖 有形生殖 观念在 关键在于 有没有配子结合 以植物而言 就是有没有受精 好 那这是要第一个厘清的 第二个 你们在过去学 有形无形生殖 还有一个观念 我要更正一下 以前的参考书 考卷 绑间的讲义 或甚至老师说明的时候 你们会有个观念 叫做有形生殖 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增加 遗传变异 而无形生殖 比较糟一件点 它不会产生殖变异 这是老师会举例子 你看你的兄弟姐妹 都长不同 个性也不同 因为你的父母 是透过有形生殖 剩下你们这些兄弟姐妹的 你们都不同 当天责来了 总是有个理活下去 所以有形生殖 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当环境变动 有天责的压力来的时候 你不会全军覆没 可以适应这个环境 哇 听起来多美 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不是这样讲的 好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 包子里 配子里 包子里 擦掉吗 好 我要露出这个空间 擦掉 怎么说呢 其实 若是有形生殖 比较有 比较好 那全世界的生物 都有形生殖 不就好了吗 可是你会发现 下面这句话是事实 世界上各种生命形式 绝大部分是 无形生殖的 看到没有 所以有形生殖哪里好 大家都不要做 有形生殖有好吗 没有 因为大家都是无形生殖 有形生殖的生物体 比较少 其实细菌们 全是无形生殖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 遗传变异 有一些误解 让我把这个字写出来 遗传 变 异 好 大家都认为 只有有形生殖 可以产生殖变异 就是所谓的基因重组 不是哦 无形生殖 也可以产生殖异 透过什么方式呢 透过减速分裂 哦 所以无形生殖 有没有可能减速分裂 有可能 只要没有配子结合 就像无形生殖 可以有减速分裂 减速分裂 可以产生 基因重组 也就是遗传变异 而配子结合 也可以 所以当时国中老师在教 或是有以前老师说 有形生殖 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曾经挑战过 各位要尽量挑战 你的老师 包含我 蛤 有形生殖 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为什么 老师会回答 因为他有受精 这个过程 那为什么受精 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它的机制 过程是什么 他们解释给我听 那同样的 当老师解释完 受精可以 那反问 那为什么 减速分裂不行 各位 解释分裂跟受精 都可以增加遗传变异的 所以有形生殖 跟无形生殖 都会有遗传变异 不是只有有形生殖 才有 好吗 那退而求其次 我这个无形生殖 它没有减速分裂 怎么办 我至少还有突变 最低阶的遗传变异 就是突变 突变率很低 但总是有突变 所以只要是生殖过程 一定会有遗传变异 只是有形生殖的遗传变异 真的比较多一点 这先讲 那为什么减速分裂 为什么配子结合 会增加遗传变异呢 这是我们四之一的重点 会放在后面会讲 会在细胞分裂的那个阶段讲 所以今天不会提到 所以卖个关子 好以上我们就把过去学过的 遗传生殖 生殖分为有性无性 什么是遗传 什么是生殖 先正在讲到这边 换一条线 所以我们复习 温故而知新的温故到这边了 好接下来知新一下吧 我们一直在国中说 或高中说 遗传物质是DNA 各位这是现在的说法 21世纪 24世纪的说法 那早期科学家怎么观 怎么评论呢 所有的知识都有其历史脉络的 早期科学家认为 遗传物质是染色体 为什么 因为当你得到这个染色体 你就会表现出某种特征 所以遗传物质 位于染色体上面 所以早期的说法是 遗传物质是染色体 然后科学家抽丝剥解发现 染色体的成分是DNA加蛋白质 对不对 高一的胞气 染色体的成分 DNA加蛋白质 核能的成分 RNA加蛋白质 核糖体的成分 RNA加蛋白质 我们会慢慢陆续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 不过DNA没什么好 染色体没什么好说的 它就是DNA遗传物质跟蛋白质 那干嘛核能跟核糖体 是RNA加蛋白质呢 以后会提 也是卖个关子 好 那染色质 染色体是当时认为是遗传物质 可是我们发现 染色体包含了DNA跟蛋白质 而蛋白质没有遗传物质的性质 所以打杀杀 是不是只留下DNA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说 遗传物质是DNA 甚至可以讲得更仔细 更牵近一点点 遗传物质是指DNA上面 有功能的片段 那叫做基因 甚至有人会进一步的定义 好 讲到染色体 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刚时高一介绍染色体的时候 老师们有没有解释 为什么染色体要叫做染色体 所有的构造名称都是有典故的来源的 你了解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你就不用背它 你就可以理解它的名字怎么来 或什么意义 染色体为何叫染色体 其实这个包 这个构造比较好理解 猜文几次就可以了 染色体 可被染色上的物体 好 怎么说呢 当年各位家观察细胞 细胞完全是透明的 那看不到怎么办呢 会滴入染剂 而染色体会被染剂染上颜色 就看到哇一身好深 染色体耶 染色体就是可被染剂染上颜色的构造 那回到它的原文 这边也跟大家讲 有时候多看一些生物专用名词的原文比较好 有些原文比中文表达的更直接 更容易理解 那染色体的原文在这叫Chromosome 那我们生物学的构造 如果叫什么什么 什么都聪 不是代表它很聪 是代表它是什么什么体 所以Chromosome是染色体 Lysosome是龙体 所以叫什么时候聪是体 那前面这个字首 Chromo是什么意思 你会觉得这个字首好眼熟 Google的浏览器叫Chrome 那个字什么意思 颜色的意思 缤分颜色的意思 所以这代表颜色 可被染上颜色 那就是染色体了 所以它的原文就是Chromosome 有颜色的手 有颜色的体 以上把它染色也讲完 那这边又出现个新名词 染色体就算了 为什么出现个名字叫染色质呢 讨厌了 染色质 那在讲它之前先说 染色质就是染色体 染色体就是染色质 所以平时你在记到这些构造的时候 你全部称它为染色体 没有问题 就我说 你们都会说 你的口腔细胞中有染色体 都会这样讲 但是染色体呢 一般就是遗传物质啊 它们有DNA跟蛋白质 染色体呢 它在有些情况之下 它会散成丝状结构像这样子 丝状结构 像一条很长的棉线 然后缠绕成 这个球叫什么球 毛线球 一条很长的棉线 要塞在这么小的细胞盒 你就圈圈圈圈塞进去 像毛线球一般 这就是毛线球 可是呢 它在某个时期 它会浓缩成像这样子的短杆状 这是不是你们国中常看到 染色体形式 这个呢 就是染色体 而它散成丝状结构 散成丝状结构的时候 特别叫它染色质 所以平常都叫染色体 不论你是什么形态 都叫染色体没问题 但如果今天你的文字中 特别叫它染色质 是强调这个染色体 现在是散成丝状结构的阶段 而浓缩成短杆状结构的 就称之为染色体 好 染色质跟染色体 是这样区分的 平常全部都叫染色体 没问题 但是特别要强调你的状态 散成丝状结构 叫染色质 那浓缩成胖胖状 就是染色质 所以叫丝状结构 跟短棒状结构 就会有这两个名字的分别 染色质是散开的样子 好 最后 我接下来介绍的 那个短杆状的染色体 我不会称它为短杆状 或短棒状 我习惯称它叫棒棒状 可以吗 所以我之后开始讲棒棒状 就是课文所讲的 短杆状或短棒状 因为我觉得棒棒状比较好 因为棒棒状 会想到棒棒糖比较甜 而且棒棒状会觉得 这个构造真是棒棒 比较正面 而且叠字比较可爱 好 所以各位理解 以后我就介绍它为 这个构造就是 棒棒状的染色质 可以吗 我就不会加短杆状 或短棒状了 棒棒 叠字比较可爱 好 我们暂时先说到这 还没还没 这两个阶段 丝状跟短棒状 并不是随时都互换的 什么社会的丝状结构呢 是在细胞的尖起 什么社会浓缩成 短杆状 棒棒状呢 是在分裂起 只是这两个时期 我们现在还没交 所以我先卖个关子 什么叫尖起 什么叫分裂起 我们这节课的 最后就会提到了 那这一页 我们暂时先说到这边 介绍什么叫染色体 什么叫染色质 也复习一下 我们关于所学的 相关概念